它有双层膜有外膜跟内膜 其中外膜非常的平整非常的普通 而内膜出现多皱褶 这我们之前在内工程讲都说过了 为什么两层膜 它是被内吞来的 外膜就是我们祖先的石泡膜 内膜就是细菌的细胞膜 而细菌型那个有氧呼吸 为了增加它的效率 它的细胞膜出现了皱褶来增加表面积 而我们祖先所形成的石泡膜包在外面 就算了外膜平整 内膜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皱褶 在里面这个内膜里面的空间叫做基质 基质就是细菌的细胞质 不论在B线里还是叶绿体 叫基质的其实就是原来的细菌的细胞质 所以里面会有环状DNA 还有它的核糖体 它可以自己产生自己所需的蛋白 甚至它有自己的酵素 可以让自己的DNA做复制 而自己做分裂 它可以自己转动转移 可以自己分裂 所以叫半自主胞气 为什么叫半自主胞气呢 因为它只能产生部分所需的蛋白 而不是全部 那其他所需的蛋白谁来提供 我们细胞核 细胞核转动转移 产生一些蛋白给它 它自己产生一部分的蛋白 所以它是一半自主 一半靠我们 叫半自主胞气 干细胞需要刚刚的ATP 所以它的粒线体很多 一颗干细胞大约有2500个 粒线体很多 那粒线体的大小大概0.2 0.3微米 0.2到0.3micron meter 这个大小跟一般的细菌差不多 因为它就是细菌 可是我们如果看 蓝绿菌就不是了 蓝绿菌是一群很大的细菌 所以液绿体也很大 液绿体也很大 液绿体是很大的胞气 因为这个细菌本来就大 粒线体是个很小的胞气 因为这个细菌本来就很小 粒线体的基因 粒线体的DNA叫做MTDNA 粒线体DNA 它是母系遗传的 这我会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各位你们都是由受精卵发育来的 受精卵是不是妈妈的卵 跟爸爸的精子受精而来的 那在受精的过程当中 爸爸只提供精子的合 爸爸只提供精合 那妈妈提供什么呢 提供卵合 还有细胞质 包含里面的粒线体 所以你身上的粒线体 都是妈妈给你的 爸爸不提供 爸爸只提供精子的合 精合 所以你的粒线体是妈妈给的 妈妈的粒线体是外婆给妈妈的 外婆的粒线体是外婆的妈妈给的 男生的粒线体是妈妈给的 所以粒线体只有妈妈可以给 爸爸只提供精合 不提供细胞质 也不提供粒线体 好 这叫粒线体DNA 接下来粒线体DNA会突变 它的突变率是细胞合的10倍左右 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真和松的突变率 本来就控制得很低 而细菌的突变率 本来就比我们高 而它是细菌 它的突变率本来就比我们高 所以这是一个证据哦 证明它是细菌 而不是我们真和松的DNA 那因为原和松喜欢高一点的突变率 它的演化上可以快一点 你喜欢变异生它就比较快 演化比较快 我们真和松不喜欢这么高的突变率 因为高突变率叫我们真和松 代表的是高死亡率 你太快死掉了 就没办法反应 所以真和跟原和松的突变率 本来就不同 这是内共生的证据之一 为什么你的突变率这么高 因为你是原和生物 那你是环状的DNA 那我们看一下结构 这是外膜很光滑平缓 内膜出现皱褶 这是立腺体 那这是电显照片 请问以前在高一学立腺体的时候 老师们有没有介绍 为什么立腺体要叫立腺体 有说过吗 当年发现立腺体的科学家 用了显环境解析度不高 倍率也不高 当时看到这个发泄器 看到是颗粒状的构造 或者是短腺状的构造 就叫它颗粒或立腺体 这个颗粒放大来 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圆一点的立腺体 有外膜和内膜 这个比较长条形的 就是里面还有内膜 好像热狗一样 所以当时以为 它的外形是颗粒状或短腺状的 好 那这叫立腺体 它的秘密来源 而这个名字 不是我们东方 直接这样中文翻译的 它的原名 Mito-Condria 这首叫Mito Mito就是腺的意思 然后后面的Condria 我写复苏好了 后面是颗粒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翻译成立腺体 原文就是这个含义 Mito是腺 Condria是颗粒 Mito这个字字首 注意一下 Mito是腺 N-I-T-O 后面加S-S Mito-C-S 就是有丝分裂 有丝分裂有丝这个字 指的是棒棒状的蓝色体 这个Mito-Condria也是腺状的意思 所以我们台湾翻译成立腺体 对岸翻译成线立体 因为他们觉得线在前 立在后 线立体 他们都很直接的 就不要经过转折 我们就会导装一下 我们叫它立腺体 对岸翻译成线立体 Mito是线 Condria是颗粒 线立体 好 以上是立腺主